树林区的镇南宫除了是地方上的重要信仰中心之外 对于人文艺术的培养也不予余力 经常是办理的各项研习活动课程 鼓励民众踊跃参加 那么二楼的空间也是用来作为树人艺术家展出的平台 不同的展览和主题 让地方民众来感受到不一样的艺术氛围 树林镇南宫最近邀请刘峰来以及曾元亭举办双人连展 两位是台义大的同学作画经验丰富 除了水墨书法作品之外 这次还展出了难度较高的自动性技法 因为是运用颜料滚动的技法 所以是属于意识形态 在创作的时候得要有丰富的想象力 主题叫五彩浓墨 因为我们这里的等于说每一幅画 有一些颜色很鲜艳 有一些就是说墨色比较多 所以我们叫五彩浓墨 我们这一次展览的 它有书法、有工笔、有水墨、有泼墨 所以说我们这一次的东西比较丰富一点 每一次的东西都是不一样的 我是不只在画画方面 而且我在植物染色方面 也是可以这么讲 一个是兴趣、一个是职业吧 那我是头一次啦 我觉得借这个机会也是让我自己成长 珍南宫董事长许振秋表示 珍南宫不是一般性的宫庙 除了是地方民众的信仰中心之外 对于地方民俗和艺文活动的推广 也一直很用心的在做 希望能够提供一个研习展出的平台 让地方上的人文艺术继续向上提升 我们这个电线 这里是一个高峰啦 刚刚刚我们说一句 我们这里是日日有树香 夜夜有展览 我们班很多 这里就是我们的花脑班 学员 这两个人电 跟末年我这里是一个 珍南宫60座 60座年轻 他热热热一直在电线下去 书法也好 古增 独唱 乌童班 小朋友也要展览 比如说 再几天 再一个彩绘 碗啦 碗啦 口啦 包包 要DIY 我们会做很多 珍南宫利用二楼的空间 经常办理各项的演习课程 而课程结束之后 也让学员们有机会展出自己的作品 也成了一个最佳的交流平台 无彩弄获展览 加油 中佳新北新闻 树林采访报导 公园 中佳新北新